73年次的小吃店老板林正刚 退伍后自立门户 开了家数食餐厅 五年前开始与三重区公所配合 加入爱心送餐的行列 每月提供爱心餐点 给独居长者温暖他们的胃 他是数食小吃店的老板林正刚 国中开始跟着家里 同样也是卖数食小吃的妈妈学习厨艺 退伍后在龙门路上开了这家店 八年下来从独自一人经营 道请了四名员工生意蒸蒸日上 当初是因为妈妈的店已经开了二十几年了 然后她当初原本的店面 因为房东要收回去店面 然后她就阴错阳差的找了这间店面 可是她找完之后 因为他们那边客人反应说太远了 所以刚好又快退伍了 而且我已经在这里 已经在店里帮忙了很久一段时间 然后妈妈就说那就干脆 我就自己试着出来闯一闯 在姻缘计会下 林正刚加入三重区公所 爱心送餐的行列 每个月提供上百个数十便当 给独居长者 一起参与的员工也自愿加班 提早来店面帮忙 我们是一个月提供一餐 然后一餐的数量大概是 依照他们工作给我们的数量 可能是120到150左右 我觉得事实上 这社会很温暖 然后包含就是我们的员工 还有很多客人 甚至就身边的朋友 他们知道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会很愿意就是来帮忙做志工 帮忙打便当 然后店里的员工也都很乐意 提早到店里来就是 只是就觉得说 这是帮助人的事情是一件好事 所以大家就是 因为每个人都愿意伸出一点援手 但我原本觉得说 这个就是我们人手那么少 要做一百多个便当的分量的时候 就是可以cover过来 然后可以一直维持到现在 为了这个送餐要几瓶早来是不是 对 但每天都要几点来 七点多 七点多就要来准备了 这样才会来得及 因为志工妈妈她约九点多就会来 也会一起帮忙 然后准备送给人 独机老人 帮助老人家心情很愉快 而收到店内的招牌 不得不介绍佛跳墙 和手屋等几样老汤们 必点的汤面 由林郑刚亲自开发 汤头温润且散发淡雅清香 这个是我们店内的那个核手屋面 然后就是现在的人吃素食 有时候都很怕吃到油腻的 然后这两道他们就是我们店里 就是汤头都比较就是不油腻 然后又偏向有养生的概念 然后这佛跳墙它就是 它是比较那种就是清淡一点的 有些人不喜欢不敢吃中药汤头 他们就比较适合点这个 然后它里面那个芋头 是我们有特别挑选过的 它都比较就是绵密 所以这两道是我们店里 很受欢迎的两道料理 那你觉得它这家的口味如何 不错 不错喔 你都可以吃什么 有点吃饭有点吃什么 那你觉得它烘焦面怎么样 不错啊 嗯 为什么非见这一样 没有 我自己时常在煮吃看看 那你觉得它这边的数学口味 跟外面其他的有什么不同 它的口味比较好啊 参与爱心送餐至今五年 速食小吃店老板林正刚 期许自己未来能力更好时 能再增加公餐次数 让独居长者们享用到这美味又健康的速食料理 记者陈明辉 带华三重采访报道